有香港最美搬运工之称的送货员朱千佩 2017年在网络走红 她数月前参加电视节目 新乡亲大会与男嘉宾牵手成功 受到大家的祝福之余 一些质疑的声音也接踵而来 小朱近日接受专访时表示 节目结束后 各男嘉宾因为相隔太远 而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但参加节目没有台本 自己现在依然在做送货工人 并不是为了博人眼球而作秀 日前 小朱参加了内地的一档 电视相亲节目新乡亲大会 人们之前在新闻中看到的小朱 总是一身干练的背心短裤 节目中一袭白色长裙的她 让大家觉得颇为惊艳 小朱还记得 那条裙子是节目组为自己挑选的 自己一直害怕裙摆太长会跌倒 南京好冷哦 就11月了 可是就已经零下一度了 平常在摄影棚外面穿得像个粽子一样 然后到里面有暖气 他们说要穿这个裙子 本来给我一条黑色一条白色的事 结果都找不到鞋子 最后他们决定要用白色这条 然后我就说这么长 我害怕摔跤啊 怎么办 他们就说不要怕试试看试试看 节目中小朱和一名内地男嘉宾牵手成功 录完节目的第二天 小朱就回到了香港 分出异地 两人联系渐少 让节目中牵手的这段感情 最后无奇而终 这也让一些观众怀疑 这是不是有台本的一场炒作 对此小朱予以否认 其实没有的 所以我特别紧张就是这一点 他说那个节目要上去临场发挥 我说万一我出岔子怎么办 他们就说没关系 可以调整 我们和男嘉宾是基本上 除了那天之外没有见过面的 彩盘也只是前一天 他告诉我们上台要从哪里走 然后到时候就是这个位置 到时候孟非大哥会站在这里 你要站在这里 我有问过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说这个到时候就知道了 在节目中 也有男嘉宾和男嘉宾的父母 询问小朱是否会考虑换份工作 小朱坦言他们有忧虑很正常 但自己很喜欢目前的工作 不会为了另一半而轻易改变 他们提出这样的质疑也是正常的 一般人都会觉得女孩子 不应该做这么出众的工作 可是我在想 如果换了一个工作那还是我吗 以前的我会觉得 无论另一半想要我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要我都会顺他的意思 去改变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能这样子 人要为自己而活 要别人疼你首先要疼自己 要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回归平静生活的小朱依然在做 良油杂货跟车工人的工作 在网络上火了之后 他走在街头经常会被人认出 他很敢继续许多多陌生人 对自己的支持和鼓励 小朱说 自己不会刻意去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 如果有质疑的声音 他相信时间会证明他不是在炒作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然后我知道自己不是在做秀 迟早会告诉所有人 我不是在做秀 这就是我 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 小朱告诉记者 他一会儿要去学开车 希望这个月可以考取重型货车的驾照 能够开一辆大车 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 其实我正在考驾照 我六月中的时候就要考 然后今天进行完这个采访 我要去学开车 能开一台大车 是一种很酷的事情 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然后现在 就是经历这里 这很多年的运输经历 我觉得 不能一辈子 在做同一个post 要求进步 比如说 没有车牌就要考个车牌 然后就要想 有一台车的时候就要想 如果多拿两条线 或是跟公司买两台车 叫人坐 这样就可以多转 多转一点 然后成立自己的团队 我想 当一个运输的 主管 或是自己开一个公司 是我的理想 有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